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正式的选美比赛 看到难民病倒在地 无人关心无人连 也看到一厢军营的高慧士女讲讲笑话谈谈心 无论如何 看看养长的生活 再看看苏北灾民 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这次来参加上海小姐的竞选 目的是为了救急中国的难民 无论这次是当选或者是落选 我总觉得是非常的高兴 我们是无我的冲击 有了这种冲击才能够做到令人的工作 这场选美刚开始发人问津 直到有个高中女生报名参赛 杜月生她紧紧抓住这个大好的机会 大肆炒作新闻 成功扭转了选美的形象 这是一个非常清纯的女孩子 她也参加了 以证明我这个事情不是无七八糟的 包装选美还是需要名流加持的 杜月生她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 把影剧界的名人都请来共襄盛举 比方像是周璇 佟芷林等人 我下来文艺界 电影界打过去 这一下子就知道 怎么样报名 怎么样征选 一步一步地怎么去做 看上去都很规范 杜月生强调选美比赛是有社会意义的 推选的标准不但要注重形体美 还要求品德美 思想美 不过就在总决选的前夕 爆出了上海小姐内定的丑闻 几个大牌影星纷纷宣告退出 结果电影那一组退了 什么王丹峰 周璇等等这些人 就我们不参加了 我们不退了 那为什么 她皇后一样选出来了 那电影皇后那是护天 对不对 护天 她越去皇后要死去 让你脸有失去 哄得不得了你 1946年10月8号 上海小姐总决赛在上海新鲜林舞厅举行 场内布置得非常的奢华 现场灌溉云起来的都是上海滩 有头有脸的富商巨女 小市民则是抱着新鲜好玩的心态 好奇谁会夺得后冠权杖 认为当时有一个参选的女孩子 叫谢家华 认为这个人很有可能成为上海小姐 一直以来民调就不等于选票 当年上海小姐虽然说是 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但想要投票还得口袋里头有钱 蓝色的一张一万法币等于十票 黄色的一张五万法币等于五十票 而最贵的是粉红色十万法币等于一百张 投票 在这场选美的背后 基本上就是一场财力和权力的平均 农党一五倍 农马几张五倍 农马一两倍 农马一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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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可紧张了 马上就要打开投票会 看一看谁是上海小姐 这一下上海四百万人民的口里头 又增加了几个特殊人物 选美的结果大爆冷门 外界看好了谢家华 屈居亚军 而冠军则是一名来头不小的舞女 她叫做王韵梅 很多人就猜测 这个王韵梅哪来的六万五千五百张选票呢 也就是要六千五百五十万元来做支撑啊 那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字了 有小报说王韵梅是军阀范少曾的二房仪太太 范少曾她砸了大批的银子 买到了上海小姐的银行 王韵梅当选之后舆论是一片哗然 甚至于当时有小报就写文章爆料 说现在你选出来的不是上海小姐啊 应该准确的说是选了一个上海太太 第一届上海小姐就在争议身中不光彩的落幕了 至于名为救济难民的善款 总共收了多少钱 有花去哪里的呢 已经无人闻问 被这些个地痞流氓金融寡头 反动政客们刮分掉 1960年战争还没有远离台湾 金门前线依旧紧张 为了安定民心鼓舞士气 大华晚报举办了第一届的中国小姐选美比赛 当年就读台大植物病虫害系二年级的方宇 在1962年当选第三届的中国小姐第一名 同时她也被记者团评选为最受欢迎小姐 她的那个美是中国小姐 前三名那种名气 而且因为那个年代的中国小姐造成很大的轰动 你看方宇的那个旧的资料带你掉出来 她那时候真的很美 那时候整个19岁 但是就有超过19岁的女孩子的那种成熟韵味 自然然后微笑 然后身材也玲珑有致 那整个一态大家闺秀那种那种风范 那就好像是那个年代的一个model 一个标准就是那个样子 18岁那一年方宇不但选上了中国小姐 也在国外遇见了她的真命天子 本来连方宇她到美国去应该是她舅舅开车去接她 那时候她是台大职病系三年级 年纪轻加上到异地 人生地不熟 结果她舅舅那天刚好没来 结果后来等到她去机场的时候 她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就是连站 然后她一路坐着连站的车子 然后她印象最深刻是 连站那个开车很熟练 她认为说 哇 怎么有一个人开车开得这么好 她的想法是说 如果有人开车开这么好 代表她也可以驾驭她的人生 认为她是一个非常干练的 方宇说她没看过任何人 开车比站哥更漂亮 就这样子对这位长相斯文 彬彬有礼的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站哥是一个非常谨慎 而且非常仔细的人 每一次站哥都替我一个字一个字 一个字的检查 那常常到很晚 她会说明天很多事情 明天要开场会 可是再看吧 两年后在方宇二十岁生日当天 连站特地从美国飞回了台湾 她向方宇求婚了 方宇的父母亲原本不赞成 因为两个人年纪都太轻 方宇说这人拼命地在坚韧 她把学业搁在海的那边 一天天等待我家点头 终于三个月过后 方爸爸方妈妈也心软了 我觉得都是你们媒体 把她包装成一个严肃的联主席 其实她是一个很滑稽的联爷爷 从方宇到莲方宇 从当年的中国小姐到官场的第二夫人 她始终保持了那一贯的优雅美丽 当然还有她的直率和纯真 也展现出十足的亲和力 今天来为蔡委员 政员站台很高兴 和大家当地也很高兴 对吗 对 我们把她留在立法院 去让阿扁打得疼好不好 好 她的个性就像朱岩清醒 很像一杯温开水 她其实就是那种傻大姐 她是双鱼座的 就很浪漫 很像小女生 包括她到老都是这样 永远是像一个巴比娃娃 被大家触涌到这到哪 她都蛮清明的 蛮好的一个大姐姐那种感觉 中国小姐这些都有个数据 要不要听 身高167公分 体重59公斤 也不能说太重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审美观跟现在不同 是珠元玉润 年方语优雅的气质 加上洛洛大方的表现 让香港民众印象特别深刻 事隔将近半世纪了 连方语她的身材 依旧是窈窕如席 她始终都会 瞪一个高跟型 那个跟高到跟细到说是 一般人可能走路都不是很方便的 那她为了要维持那个身材 她有一段时间 我们讲说是减肥 可是她减肥的非常彻底 她是晚上过了8点 她绝对不吃 然后跟官夫人聚会 她都是吃那个番茄炒蛋 她也不吃饭的 就好像小鸟一样 所以她一直刻意去维持她的身材 跟保留她那个脸部的青春 我就是知道东坡肉很好吃 可是为了怕胖 就不敢吃那肥的地方 不过那天吃那一块以后 觉得肥肉还真不错 所以现在我看见东坡肉 我就忍不住的 就要切点肥的来吃 来解馋了 她的自我 是一直停留在中国小姐的 那个光环之下 那代表什么意义 就是说 那个名气给她很大的智库 很大的束缚 就是说她的外在 跟她的遗址 都必须符合中国小姐那种仪态 时时刻刻 连方语都小心翼翼 呵护中国小姐的形象 毕竟头衔光环 很容易让年轻女孩 衣食之间飘飘然 迷失了自己 1965年 外传有一位当年的中国小姐 跑到美国堵城 拉斯维加斯大跳脱衣舞 结果引来社会舆论的大家踏法 中国小姐选美就此宣布停办 而这一停就是23个年头 当年中断了20多年的中国小姐比赛 在80年代终于复活了 那么当年唐日荣她以爆发户的形象 出现在镜头之前 她成功地炒作了话题 不过也由于她个人的风格 实在是太过于强烈了 所有负面的争议也随之而来 比方说有人爆料 这个中国小姐的名次 是可以代价而沽的 只要口袋够深 想要买个头衔 觉得不成问题 不认是进军演艺圈 或者是吊个金龟絮 甚至到酒店欢场去下海陪酒 顶着光环绝对是如鱼得水 无往不利 我们继续来看 古今中外皆然 后冠下的秘密 第五名 二号 徐华凤小姐 您通常欣赏什么样的女人 我觉得这个心中有爱的女人 我都欣赏 因为我在这边 我以一个宣伴会长来讲 我宣伴什么女人 可能会对这种宣伴的评室 会造成一种不良的影响 那我觉得 看得选一点就有意思 1987年 唐日荣以金光闪闪锐记千条的气势和形象 出现在大众面前 你实在很难不被她夸张的服饰打扮所吸引 如果这是她聚焦的手段 那的确非常成功 而她的最终目标 就是要成为台湾的选美皇帝 那时候去参加选美 我是没有完全想没有想到 藉由这个可以进入演艺界 因为能不能有这个机会 那真的是只有上帝能够说决定吗 因为我们选美作为最终目的 我们要参加国际选美 所以我们的身材是偏高 这是没办法 那么对我来感觉 我觉得每个中国女孩子 女孩子都有她的传统名字 我是七号梁又南 能够再次参加这一次的总决选 使我感到万般的荣耀 半选美要花钱 而当年唐日荣什么没有就钱最多 她大张旗鼓地花钱做宣传 好新闻 热热闹闹的半选选美 这是当年唐日荣的招牌拍照场景 她身穿金缕服高座黄金椅 一群家里一字 还透过了媒体的传播 在社会上面引发的争议和讨论 始终是负面压过正面 我从来没有邀请中国小姐去给客人吃饭 那么中国小姐假如去为了争取她的权益 或者她拍广告 或者她有时候跟一些赞助厂商 他们有所接触 吃个便饭喝咖啡等普通的事情 但是全民学会绝对没有主动邀请她们去做这一切 绝对没有 一次都没有 别人可能有 但是我没有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女孩 为了那顶后冠针破头 最简单的理由莫过于是 这是麻雀便凤凰的捷径和跳板 有人嫁入了豪门 有人当了大明星 我觉得美丽当你对自己非常地有自信 然后你很有内涵 然后你觉得自己很健康开朗 我觉得自然而然就会散发出美丽 因为我是中国小姐 那当然我的基本酬劳起性就比较高 然后所到之处受的待遇都会比较好 2003年台湾小姐 8号刘安娜小姐 这是台湾首姐刘安娜 因为欠债贿赂风波 招灾除后贯 选美办不了几谢 各种的丑闻黑寒 内幕满天堆 那你主办单位如果纯粹为了赚钱 第一个你要先筹备这个钱 要付给国外的主办单位 然后呢 如果你能够去创造 才是你的作用 那往往呢就是说 你连基本的钱都没有准备 他想要捞一票 就是买空卖空嘛 这种前提下就有可能 做出任何为了要达到目的的事情 比方说 比方说就是内订啊 用买的啦 或怎么样 这是有可能的 我把它还 我把它还有一些没协会 我不要这个东西 为什么 你结果觉得到这个东西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我让他干嘛 他跟你当时没有品牌 非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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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选美协会是前一天有 就是有高层 我不要讲谁 就打电话给我 就跟我讲说 那你可能再准备一些钱 就是帮忙协会认 协会认诅 我这样才会比较好看 大概还是要再多个几十万这样子 那我心里有输 但是他说那这样可以 就是不要第2名 因为第2名的5个嘛 那你看嘛 那可以让你第5 那如果再多个一、两百 两、三百的能贴上一个前三桌 我们一名其实投入在这个 城市小姐 或这个选美品牌的资金上 是超过好几千万的 我们要邀请世界各地的城市小姐过来 都需要费用的 这样的一个品牌 我是不太相信说有谁买得起 比如说我这个第一名 假设是用买来的话 那在我们的价值上 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 没关系我第6名就够我用了 所以我就没有再花那么多钱 然后当然这个第6名 让我在酒店努力得很 顶着中姐的光环 林薇薇成了台湾酒店 最年轻的妈妈さん 学美对她而言 不过是一种成名的手段 因为有了名气 自然就会有了利益 林薇薇说来轻松自在 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 她同时还爆料很多家里 也都在酒店陪酒 一点都不奇怪 我会选美的动机是因为 那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客人 我跟她出去她的朋友 带了一些老师啊 或是空姐啊 或是模特啊 唯独就是我 她介绍我的时候 不知道要怎么介绍我 那她有跟我讲说 那你去弄个头鞋 你去选个 你去当个空姐 或什么也好 林薇薇语出惊人 后冠竟然是可以带下恶夫的 而在引爆话题之后 她又随即发出了传承稿 强调自己的爆料内容 纯粹是为了制造节目效果 至于她所提到的认出费用 则是在选美界公开的秘密 今晚如此发现买名次 始终是选美比赛 挥之不去的阴影 有时候有赞助 那个前大概多少 然后就给她入围这样子 我选美她是有入围到前30名 那第15名的时候 就被淘汰掉了 怎么买 因为这个评审有15位 15位的话 虽然说我们 像我们主办单位 也是当天才知道 到底有谁 付了50万的赞助费 只能够挤进前30名 如果后冠是花钱买得到的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肮脏的交易 可能发生在伸展台下 回想选美期间 不断被暗示要陪赞助商 吃饭睡觉 廖嘉宜迎练现在自力更生的日子 前两三年真的曾经有后悔过 没有像他们这样子 走比较快的结界 但是走到现在 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选美的问题是 十几年来 好像一直都如此嘛 选美是人代选 不是电脑选 既然是人选的 就会有人绞尽脑汁 甚至不择手段 只会达到目的 或者是动用关系 或者是花钱贿赂 甚至出卖色项 你不敬酒或什么 他就说你不给他面子 一直要你紧 那你就小敏一点点 他说不行要干杯啊什么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不去的话 那个主办单位 那个周乃宋 常常会拿取消头衔来威胁的 同学生 一代欣赏一下我们 公主的冲击 希望我们来比赛一次的 摇曳 和某某公司邀请他们去 跳舞 这我们就禁止了 选美单位想方设法 希望能够建立比赛的公信力 否则恐怕很难摆布外界 有色眼光的刻板印象 谈到了台湾的选美史呢 我们肯定不能够露掉 这位充满争议的传奇人物 他叫做唐志荣 有人封他是台湾的选美皇帝 对于这样的封号呢 相信唐荣应该感到非常满意 因为他的好朋友透露 当年唐荣之所以不顾一切的代价 砸下了大把的钞票来办选美 这动机非常简单 因为他想要出名 而且当年也许很多人会好奇 怎么会突然之间呢 蹦出了一个唐日荣 他又怎么会那么有钱呢 唐日荣他不管是住的 用的 穿的 都是黄金打造 他的坐车 号称是亚洲第一的 三杰家常型凯迪拉克 还有劳斯莱斯 在车上呢 除了有个小酒吧之外 还有个厕所 此外他也大方地邀请媒体 参观采访他的住家 有三座号称是 纯金打造的金马桶 简直是令人大开眼界 但也许有人会觉得 这一片金光闪闪的 简直是俗不可耐 但唐日荣他可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他的黄金马桶呢 是艺术品 登上了国际媒体的版面 可以提升台湾的形象 也代表台湾人都很有钱 很富裕 唐日荣自然有他个人 一套的生活哲学 还有逻辑 在他最富裕的时候 极尽享乐之能事 我到了晚年 他却千金散尽 聊到影中 我们继续来看 唐日荣他的传奇故事 我创造很多世界记录 我用黄金名片 黄金算是大个大 几部车都车往几部车 还有我这个签约国家 全美的签约国家 也超过120个 唐日荣从来不否认 他爱黄金也爱女人 他用黄金堆砌出一个美轮美快 金碧辉煌的皇宫 而他就是那一个 能够让麻雀变凤黄的 全美皇帝 唐日荣总爱脚踏着狮子头 身穿着色彩鲜艳 绣有金驴的礼服 出现在媒体前 为什么你要踩那只老虎 我觉得这个 这次我觉得我踩那么多年 也没有人讲话 现在这个大保育观念 比较盛行吗 你不觉得这样是 违反保育的吗 我觉得你怎么违反 因为我那个狮子 是在保育这个规定法以外 也没有很进行 自己的形象就是了 我觉得这很自然的事情 这个事情也不就是 这个绣逐保育 80年代台湾社会 出了唐日荣这样一号人物 他在1987年 创立了中华民国 台湾选美协会 把中断20多年的选美活动 重新带回了台湾 大部分的人对他的印象 就是个骚暴的爆发户 他的朋友说唐日荣 办选美的动机很简单 就是有钱了之后呢 他想要出名如此罢了 我相信我从选美当中 我得世界成果 不是台湾成果 他心地很善良 能的也是个好人 那么当然也在善财 可能也有人叫他善财童子 不过呢他滴滴续续 很好客 很好赢 唐日荣善财的程度 简直是灰金如土 他经常得意洋洋地展示 他所拥有的一切财富 包括是号称全世界 最长的凯伊拉克 以及劳斯莱斯 最有名的那个马桶 那他就跟我讲说 历来只有两个女星用过 那后来我就说 那你为什么不用呢 那他就说 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 后来我转转听说 确实其中一个女星有用过 可是那个设备不是很好 就是说用以后 整个车子的气味就很差 所以他就没有用了 做生意 他那个劳斯莱斯 那个大的车子 白的 所谓那个家常的 所以外国人商业来 一住的车子到机场去 然后安排到旅馆一住 然后生意就谈成功 就签字 根本价钱 都没什么讨价回家 所以钱赚了 像新闻考 我一个月签上四十 差不多五百万新闻考 我是白走许家的 也是我讲英文来讲就是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from nobody to somebody 我觉得我开始的时候 我是人赚钱 后来是钱赚钱 再后来是人家赚钱 唐日荣究竟怎么发迹的呢 据传他早年当过 补习班的英文老师 后来跑去搞军火交易 唐日荣后来也曾经 公开的大方承认 自己的确就是靠着军火 发了大声 我们台湾的军火 没办法外销 那我做军火是做一种仲介 因为这个对我们 都跟国外都签上约 不能随便讲 在我35岁到45岁之间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是 我外号叫阿拉伯王子 我是中 也叫我中东王 我跟中东从事贸易是很久的 几乎有差不多二三十年历史 所有中东的王公会做多少 我可以 随便你随便举哪个例子 像那个沙利阿拉伯王子 阿布图拉 阿布图拉瑞士 应该问问他 我是沙利阿拉伯王子 我跟他开玩笑讲 我说军火做一种很危险 他上次讲 说没关系 说大哥你放心 我会慎重西事 跟哪些国家有过军火交易 唐日荣他的口风景 倒是人家说的钱财不露白 唐日荣可一点都不担心 他沉醉在享受那一种炫耀财富的成就感 我这黄金马桶 我全世界都知道 台湾有一个人有黄金马桶 我觉得这个对国家形象也麻烦 对国家形象 有个黄金马桶 对国家形象 这说你要觉得台湾人蛮富裕的 这是非常开发 我想到世界给我打听 我讨论三个字很能打听 我英文叫David Town 我想不能说在欧洲在美国 你们就给问到 你们问到我 唐日荣因为搞选美声明大造 他的审美观也有他独到的一面 也许在别人眼中俗不可耐的黄金制品 到了他的手上全都是艺术品 这个黄金的衣并不是要持有 而是要把它做成艺术品 一方面可以观赏 一方面也可以做实用 一方面最后才可以变卖 好所有东西 他这个家里面都是黄金 连马桶有三个都是黄金打造的 那个马桶盖都是水晶的 水晶的盖子里面 乡的都是世界各国的民币 金币 而且世界各国 而且他家里的金杯 就五六十个大的金杯 十八开的 人家有钱了 就会烧包 为什么来到他家吃饭 就叫观光 他那里面所有的私费 所有的股东 都是有来历的 他那家那时候不知 那时候上亿了 唐日荣在他有钱的时候 坐勇金山银库 花钱享乐毫不手软 后来沾上了玄美 一脚跌入了这个无底洞 而她的财富 她的健康 也跟着一天不如一天 唐日荣花钱办玄美 她的确是买到了名气 可大多却是惹人争议的臭气 甚至她的合作伙伴 到最后也反目成仇 对不公讨 要紧的这一两年 她就明的告诉我 如果你敢告诉人家 我的财务的状况的话 那么我绝对会杀人 她还告诉我 我敢再啰嗦 楼下就有人上来了 然后她再透过不同的关系 我刚刚有提过 放话给我 她有成立呢 杀人公司 锁定目标以后 绝对逃不出她的手掌心 我觉得我没有对她 什么对不起的地方 我不想她这样做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 这个病重了 可能我 我这个好像活不下去了 看着我 好像想取代我的意识 我觉得是有个意思 她不只是财务上有困难 她根本没有钱 她实际上呢 我从来就没有看她 突然间分一毛钱 我住院期间的时候 那么有的什么 什么费用 她们都没去搅 那我们现在陆续当中 把这清场当中 就绝对没问题 我非常惋惜她 她是什么原因 一方面呢 大概对生活 不太注重 不太保养 就是太豪放以后 忘记自己 尽量去想之后 她的钱呢 原来她很多是很多 太多了 就是据说呢 有人跟她借了 也没有管 有人放 有人骗 有骗子 也没有 要回来 所有的不幸 都发生在唐日荣的晚年 她和妻子离婚 官司缠身 财力也大不如前 加上肾脏病的折磨 她的脸浮肿苍白 过去一起风发的 玄美皇帝 病容憔悴 只靠着外在的行头 在苦撑场面 什么时候说 我圣诞开过刀 那么我的这个 血液全部换了 换了14000cc 一共24根捐血给我 那么我的这个 这个膀胱 也整个整修过 那我的这个脊髓 也穿吃过 所以说我整个都换过了 朋友慢慢就远离了 有钱 大家在一起 没有钱 没钱谁来理你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 你有钱 有地位 有声望 大家都会同你 当你没有钱 你对病人 没有好处之后 谁会找你 甚至人家见面 不愿意见面 见面的时候 他们进去 以前传说是这个 这个病很重 活不了 现在呢 医生说我死不了了 那时候 那时候 他到了时候 身上重残 残障 很多的病 他到我家来 跟我讲 老大 大哥 都说我身上没有钱 最后跟我开口要钱 你想他 不是到那种情况之间 他不会这样做 非常 我非常惋惜他 他这个什么病呢 就是到了一种 恐惧 他不要做什么好 太太也不离开了 小孩子也不在一起 失去了家庭的患度 这是人生最悲哀的事情 天人之路 比什么都好 如果一个人 没有天人之路 你活得还什么意思 有人说 选美是沙文主义下的产物 是资本主义捞钱的工具 尽管如此 不过在这个 经济不景气 利益挂帅的年代 只要有的赚钱 只要能够出名 这种游戏 恐怕很难消失 感谢今天的收看 我松本祥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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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